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宣布战士以五人体制活动的 昨天在SBS英伎有首次舞台后的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昨天 有五位成员们共同分担了 五人对心真的很好 和勇紧战西威感觉更好 难怪会制作很多五人组合 真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搞不懂为什么要对他那么执着 哦,真的比想象的还要好 说实话,如果不是霸凌成员的话 真的可以安心的粉他们 还好现在出去了 一直都觉得其他成员们这么努力都好可惜 他不在了,被收纳的Makney Part变多了 被看到更多,真的好可爱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首先,Hive与Sauce要正式道歉 然后在King Garden退团前,绝对不可以消费 太可恶了 反应很好,所以又有很多黑粉们出现了 在昨天五人Litherapin舞台结束后 网络上的反应都非常好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又攻击其他成员们的留言了 所以,华语圈的观众们觉得 五人体制的Litherapin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拿回Kat7商标权的Kat7 K-pop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很多组合都因为合约到期后 与所属公司没有序约 导致无法使用原本的组合名 或者是为了找回组合名而进行法律诉讼的例子 像Sina Highlight就是这样 而与JVP娱乐合约到期后 各自搬到别家所属公司的Kat7七位成员们 在5月12号拿回了Kat7商标权 也就是说,Kat7商标权从5月12号开始 就归为七位成员所属了 而不只是Kat7,小分队,JB之前的活动名JB 也都归属于成员们了 在JVP娱乐合约到期后 没有结尾不好的组合 有很多所属公司都不会这么处理 以前真的有很多肮脏的所属公司 JVP娱乐很干净利落 然后合约到期后 队长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当然不只是队长 想要继续在一起的成员们也都太厉害了 JVP娱乐与Kat7都太棒了 这并不是在离开的时候送他们的 为了多回上标权 成员们跟队长有多辛苦了 只是庆幸能留下好的线列 但不要再美化JVP娱乐做得很好了 是以法律程序拿回来的 以前IDOL团体合约到期的话 组合名是归属于所属公司 但是在改法后变成了 组合名归歌手所有 但如果是有两位以上的成员 所组成的团体歌手的话 会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所有成员合约到期后 必须要一起离开 如果有一个成员留在所属公司的话 就无法使用组合名的上标权 不管怎么样 真的谢谢Kat7 一直能做出这么多的好先例 7点上标 不要将杀 bean 你是不是想看了 你喜歡的 你那個ploader 你還有一些